uming,com international 要講這個morphin 一樣就是跟禮拜二的時候一樣 就是我們這個投影片內容的話 主要是從這幾位老師的上課投影片 揭取過來的 那另外就是從這個這本書裡面 Compute Vision的書裡面揭取出來 那主要都是基於這個Ephors它的投影片 我們上次已經看過 要把一張圖轉成另外一張圖的話 你要先解出這個T 然後T解出來之後呢 你要試著把整張影像裡面每一個像素 都對應到新的位置 那上次有提到就是 你要解出這個T的話要多少個對應點 因為如果你只是做簡單的移動的話 就只要一個對應點 因為那可以幫助你解出 解出位移的兩個參數 然後如果是有包含旋轉的話呢 應該就至少要兩個對應點 因為你可能就有旋轉然後平移 那這個總共三個變數的話 你要靠這兩個對應點 它總共提供四個等式幫你解出來 那再來如果是這種 像是平行四邊形這樣的變形的話 Affine Transformation你就要 有三個對應點去解那六個變數 六個參數 那如果是可以任何形式的變化 變化的話就要有四個對應點 解出八個參數 因為你是三乘三的矩陣 然後除了最右下角那個是固定用射成一之外 你其他八個參數必須要把它解出來 那解出來之後就可以把三個 假設你是三角形的話 三個頂點就可以對應到新的位置 那這邊是還沒解之前的話 如果是三角形的話應該是解六個參數就好了 那我們剛剛看到這四個的話是因為 你可以想像說你把它對角線切成兩半的話 其實你是有兩個三角形要去解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的轉換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只有三角形的話 應該就是那六個參數就可以決定 所以你可以把ABC變成A'B'C' 那再來就是說裡面那些區域的話 因為你不是只有改變形 轉換那個外形而已 而是連整張影像的內容也要把它轉過去 那這時候就要考慮說到底你要怎麼把每一個像素呢 對應到新的位置 然後上次有提到如果你是用這個 Forward Warping的話 你要你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是在格子點上面對不對 原本的位置在格子點上面 但是你經過T轉換之後 那個像素跑到新的位置 可能是落在那個pixel的那個原本的坐標 這格子的坐標的中間 到這個subpixel的位置 那你就要想辦法把這個像素呢 它的一些資訊擴散到臨近的其他位置 這樣你才可以填出一張完整的圖 那這樣要做這種擴散的事情就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我們是用反過來的方式 就是inverse warping 你把轉換過之後的那張影像的坐標 先定下來之後 然後每一個像素的位置呢 你反過來去看看說到底 它可能是來自於原來的圖的哪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你只要帶這個inverse warping就好了 就你原本有T的話 你就是變成T的inverse 那以剛才三角形的例子來說的話 那就沒什麼問題 因為你可以從ABC變成A'B'C' 你可以反過來 從A'B'C'倒回來 所以這T inverse你是可以算出來的 那當你對應回來之後呢 在圓圖上面的位置當然也不會是 不見得會剛好落在圓圖的像素的位置上面 但是這個時候比較簡單就是 如果你是落在某四個像素中間的話 你就拿那四個像素的資訊把它平均一下 那至於怎麼平均你可以依照它 它落下來的位置 然後看離哪邊比較近就可以 用一些內插的方式 所以內插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用nearest neighbor 就是直接看看它離哪一個像素最近 就把它指複製過來 複製到你自己這邊 那也可以是把零近的像素拿來算一下 可能用bylinear的話你就要 只要有四個點就好了 那如果Gaussian或是bycubic 你就要更多的點 那做內插的時候呢 這上次沒有 上次很快帶過去 那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如果只是線性的內插的話 你只要按照比例 然後乘這個係數在前面就可以了 所以那因為你的比例的話應該是整個 加起來要等於1嘛 所以其實就是只要一個比值就可以決定 A跟1-A 那這邊應該是 假設說P在這裡 然後Q在這裡的話 這段是A 這邊是1-A 那應該是P乘上什麼 1-A對不對 然後加上這個 A乘上Q 就會是這一點 這一點譬如說R這一點 它的 它的座標會是這樣子 那這是兩個點 你去內插出它這邊 應該是得到什麼值 那如果是bylinear的話呢 這個才是我們平常在影像裡面 可能會用到的 所以以剛才的例子 你要是對應回來 然後落在四個像素中間 這四個像素的座標 剛好是ij 然後i加ej 然後這就是 臨近的這四個位置 那對應的這個座標呢 它應該會有影像的值嘛 那一點的亮度或是顏色 所以我們只看一個channel的話 就是譬如說某個channel它的強度 那在ij這個位置 位置就會有 有某個高度對不對 這邊畫出來的 所以其實你要算的是說 這四個點的位置 它對應的i的值要怎麼算 或是對應的f 我們這邊用f的話就是用f f的話可能是它的RGB的強度 所以這邊會有它的f的值 i j 在這個ij這一點座標上面 然後這四個點呢 也各自有各自的值 所以 擺linear的話呢 你就是先在 可能譬如水平方向 然後 因為你最後落在 對應回來落的位置可能在這邊 這個位置的話呢 比例譬如說這邊是 按照裡面寫的這裡是 這段是a然後這段是b 然後這是i加1j 這是i加1j 所以先寫水平方向對不對 就是這兩點想辦法去內插出這邊 然後這兩點內插出這邊 那應該就會是fij j 然後 因為這邊是a嘛 所以這邊是1-a 那它應該是乘上1-a對不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乘上a 加上a乘上這個f i加1 這是這兩個去內插出它 那上面這兩個也可以內插出這一點 所以上面那個是什麼 就一樣是1-a乘上這個對不對 這是f然後ij加1 然後加上a乘上f的 這樣就得到了這個 這一點跟這一點 然後這時候再用 還是一樣用一圍的 你就看這一點的話 這邊的比例是多少 用它們兩個去內插出它 所以變成是 這個前面要在乘上1-b對不對 然後這邊加上這個乘上b這樣 那就會算出我們想要的這邊的內插出來 它到底f的值應該是多少 所以通常乘開來的話就是底下旗的那個式子 那這樣做其實相當於是你在這四個端點上面 然後想辦法用一個奇怪的那個平面的東西去蓋出那個屋頂對不對 然後可以內插出中間 到底某一點呢對應上來高度是多少 那上次也有提過就是通常的話我們會用inverse waterpin 因為你就可以省去怎麼樣把那個顏色散到旁邊的問題 你是直接拿你可以看得到的資訊然後把它內插出來 那只要你有辦法寫出這t inverse是什麼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剛剛整個過程中需要的就是這t inverse 那以三角形對應到三角形的話 這個兩個方向的轉換都是有的 所以這個就沒問題 那我們再進一步來看 如果是你想要把影像的內容做這個morphing 那它影像內容的話其實是有一些意義 對人來說有意義的存在就是這是人的臉然後這是豹的臉 那都是臉 所以我們會自動的想要把眼睛對到眼睛鼻子對到鼻子 那所以這個例子應該是很有名的 就你不可能直接把兩張圖就是平均起來 那你要平均的應該是平均它跟我們 對我們人來說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你希望達到的效果是像這樣子對不對 那你必須要把這個對應的點的關係把它找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去把中間的這個過程 漸進的變化的過程把它算出來 那你多了這時間的因素在裡面的話 就是看你的時間是多少就會 會傾向於用多一點的這個人臉還是用多一點的抱著臉 那這只是在時間軸上面也加上了剛才做的這種內插的事情 那你要能夠真的把這些對應點點上來的話 就是除非你的電腦視覺的演算法很強 它知道說怎麼去偵測那些對應點 然後是符合人看到的意義 所以你可以去偵測它五官的這些位置 然後能夠自動做到的話才可以自動做到這件事情 那通常的話就是靠人力去把那些對應點點出來 譬如說這個眼角要對應到這邊的眼角 然後這裡的鼻子要對應到鼻子 那這個要有人去提供這樣的資訊 那所以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當然很好 那我們先退回來到最簡單的情況 假設說這兩張照片它已經有很好的對應關係 你就靜態的風景然後靜態的相機去拍的 固定位置去拍 那所以它的變化的話只有在每個局部的地方 自己會有細微變化 但整體這個結構是不會變的 那這時候你只要直接把這時間呢 時間的這個因素把它內插的因素把它放進去就好了 所以用底下這個式子 1-t的那一張跟t的這一張 那隨著時間越來越多的話呢 你就會越靠近這個右手邊這一張 假設t都 t你把這時間呢把它normalize到01之間 然後就從0到1這樣子 所以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有點像你在拍這種縮時攝影的時候 然後最後你要呈現出來的話可能就是 只要頭跟尾你就可以合成出這中間的過程 那這個只要你直接套用這個底下的式子就好了 因為它們已經有對應的 就每個點都已經對應好了 那這種做法的話通常就是叫做什麼 就是淡入淡出 你在切換那頭影片的時候也是會用這種技巧 那當你這兩個影像的對應關係很好的時候 你這樣子淡入淡出的效果就是相當於在內插出中間的這個情況 那再進一步的話 假設說你的照片並沒有對應的這麼好 那你可以用一些電腦視覺的方法把這個對應關係先解出來 所以你可能先做alignment然後再來再去做 就可能它拍的時候視角稍微有一點點改變 那如果這個照片是一個風景很遠的照片的話 那做這樣的align還不會太難 就是可以align的還不錯 那當你把align好之後呢再去做這個平均 所以就可以隨著時間慢慢變化到從一個風景 從一個時間點的景色呢 變換到另外一個時間點的景色 那再更進一步到形狀會改變的話呢 一樣就是你不能只是直接拿兩張影像就把它平均起來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解出來這個 到底這個形狀是怎麼對應的 那一樣就是說你要符合人的 人期望的效果的話 就必須要把頭對應到頭然後尾巴對應到尾巴 然後這個腳對應到腳 那這個可能就要一樣要想辦法找到說到底 每一個對應點是怎麼對應到另外一個對應點 那做得到的話呢你效果就會像這樣 而不會像上面看到的這樣子 所以它形狀會漸漸的改變 然後它的身體裡面的那些材質的毛呢 那些也會跟著變化 所以這個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你已經在做這種local image wrapping 因為每一個位置其實都有不同的轉換 像我們剛才一開始呢看到那個 在講那種什麼三角形啊 或是四邊形的對應的時候 那都是整張圖在做一致的轉換 可是現在是你要把每一個影像的小區塊 都要看成是一張圖 然後對它做轉換 所以每個地方的轉換都是不一樣的 那你要解的就是變成要解這樣子的 挖平 所以假設是global的話就變成像這樣子 這是不對的 但是你local的話呢就可以 對於每一個轉換到 就從這是原本的圖對不對 然後對應到這張圖 那它每一個這四邊形呢 轉換到中間過程的時候呢 你只要能夠把這一個四邊形 跟這個四邊形 這時候兩個四邊形 它形狀已經一模一樣了 然後就把它的內容呢 把它平均起來就可以 就會得到中間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用match的方式來做挖平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你可以去把它 因為你要做match的話 可能要人去點這些點 這是比較麻煩的 那比較 就是剛才這個例子的話 你要做可能就要這樣子 點出這樣的grid的點 然後每一個對應點都要把它 對應出來 就拿個眼角對眼角 那這個是非常耗費人力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不要用這樣dance的方式來描述它 希望能夠找到一些feature point就好了 那如果是找feature point的話呢 就是譬如說只有這樣的spot的這個feature point 然後可能你只要依照某個順序去點 點先點眉毛然後眼睛 然後這邊的話照一樣的順序去點的話 你就知道它對應點的關係 然後靠這些對應點呢 去想辦法把他們所可能涵蓋的區域 的對應關係把它解出來 所以再來要怎麼做 一種做法就是 你有了那些點之後呢 你可以以這些點為基礎去做所謂的這個三角化 你把整張影像呢靠那些點去切出很多三角形 然後這樣的話你就有很多三角形的對應關係 因為這些對應點的 這些點的對應關係你原本就知道 因為是靠你去點出來的 那假設這邊有三個點構成三角形的話 在這邊的話對應的那三角形你會知道 所以如果你能夠做這樣的三角化 你就可以得到一堆三角形的對應關係 那再來你知道去套用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 有一個三角形跟另外一個三角形 形狀稍微不一樣 所以你要把它的變化算出來 那這時候你要算什麼 就是之前看過的 我們只要能夠把它的affine transformation 把它解出來就好了 因為你有三個對應點 你可以解出那需要的六個參數 那有那六個參數的話 你就知道怎麼樣把某個三角形 對應到另外一個三角形 所以現在問題的關鍵變成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對那一堆點 然後想辦法把它切成一堆三角形 把那些feature point把它切成很多三角形 那這個是在圖論裡面很 就是很古老的問題 所以已經有現成的方法可以解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先想像一下說 如果你要去解這樣的問題的話 可以用什麼方式 那用最暴力的方式的話 可能是像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你就隨便挑 反正這些點可以隨便任意挑兩個 然後就構成一個邊 那這個邊就把它加進去 然後就不斷的加進去 那假設說我現在加一加呢 發現說你在加進去的邊 會跟前面的邊去衝突到的話 那這個就拿掉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邊都試一次之後呢 你應該就可以慢慢連出一些東西 那在連的過程中 因為你不會跨越其他邊 所以最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像是這樣的三角形 然後它自己構成一個這個面呢 不會有其他的線跨過去它 那這樣的複雜度會是什麼 因為你每次都要把所有的邊檢查一遍 那邊的數量是 假設我現在這個點 特徵點的數量是n個點的話 那邊的數量應該就是n取2個邊 可能的邊對不對 所以你每次都要檢查大概n平方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個最後的三角化的結果呢 三角形的這個數量 會跟點數會有一個線性關係 所以是n的2n-1之類的數字這樣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要去 當你有n個點的時候 它最後出來的三角形的數量會是多少 那是跟n有關係 所以變成說你因為你有n個三角形 然後你有這個 這個n比方的這個邊要去做 所以初略估計的話呢 這樣不斷的做這些事情 然後應該會是大概是n三方的這種複雜度 所以看起來不是很聰明的演算法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你這樣隨便弄出來的這三角化呢 看起來就不是很漂亮 因為跑出了很多這種狹長的三角形 縱使它真的是把這整個區域呢 切成一堆三角形 符合說我們希望它不要有這個跨越的這種邊的條件 但是它的這個三角形切出來的長相太奇怪了 所以我們會另外再想辦法 在這麼眾多的三角化 可能三角化的這種結果裡面呢 去找到某一些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要定義所謂的好壞 那其中一種定法就是這樣子 你希望去maximize這個smallest angles 就是在所有三角形裡面呢 你可以知道說某一個三角形 它的某個角是最小的 而這個最小的角呢 你希望它越盡量越大越好 那以這兩個來說呢 右邊這一個它的三角形裡面 有一個很小的這個ray角 所以它就比這個 它這樣的三角化結果 就會比這樣的三角化結果來的差 這是我們希望用這個方式去衡量 某一種三角化結果的好壞 那希望能夠找到左邊這樣子的三角化結果 而不是右邊 所以做這樣的事情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如果你把整個三角化的結果呢 裡面所有三角形它的角度把它排序一下 那排序完之後就會從小到大這樣子的順序對不對 你希望這個從小到大這樣排列的順序呢 是能夠讓這個 這所謂的這個 graphically older呢 這個可以 越大越好 所以 就像是我們平常在講什麼 講一個英文字這個 這個about好了 跟這個abort 那這時候你就會去比說誰大了 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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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看看誰哪個比較大 所以它就贏了 所以你希望在這樣排序下來的 就是已經把那個角度排序下來的結果呢 它可以越大越好 用這種英文字的排列順序的概念來看 那總之就是 你只要能夠想辦法讓你的最小的角越大越好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有兩種三角化結果它的 最小的角都一樣的話 反正你總是在某一個時候呢 你會開始贏它 那你這個三角化就比另外一個好 那這是我們想要達到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如果我要改進 一個隨便產生的三角化結果的話 一種做法可能是 你就把某個edge把它翻一下 因為如果其中一個是長這樣子 那你把它換另外一個邊呢 它如果有變好的話 就把它把這個三角化結果把它留下來 沒有的話就不要動它 那你一直做這樣做下去之後 你得到三角化結果應該會 就會比原來的好 因為你在改變其中的每一個三角形的這個瑞角 讓它變成更大一點 那這個 這就是一種去調整你的三角化結果 然後讓它變好的這個方式 那為的就是要消除所謂的這種 illegal edges 那前面有定義說什麼是illegal 就是它的這個 你如果把它的角排下 這個角度從小排到大的話 那你希望它的最小的那個角 能夠比另外一個來的大 所以如果存在這樣的 如果你不符合這樣的條件的話 你就是illegal edge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因為 因為根據 根據國中有學過對不對 就是 假設說有一個 這個圓是不是 圓的直徑上面對應的圓周角會是直角 那 反過來就是說你 你這個 每一個這個圓周角呢 這條弦呢 所以這邊這個三角形 所構成的這個外接圓 它如果涵蓋到這個點的話 那這個角就會是大於90度 對不對 那這個反過來的例子是這樣子 這個三角形呢 這三個角都是 都是銳角 然後他們的外接圓呢 這另外這個點 會是在這個圓外面 所以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每一個三角形它的外接圓呢 都不要把另外一個點包含進來 那如果是 如果是 這樣子的話呢 你最後形成的那個三角形 就看起來 比較漂亮 不會有這種 這個大的角 那像 所以像這個例子的話 你就是希望能夠把綠色這條線 把它翻一下變成是 虛線這條線 那這樣最後的三角化結果就會比較好 所以 把那個線 把那條邊呢 換過來之後呢 這個三角形呢 它的外接圓 不會蓋到另外一個點 反過來呢 這個三角形的外接圓 也不會蓋到這個點 那這個 這樣的過程是在 做這個所謂的 Delenine Triangulation 那這是也是一樣 就很標準的方法 你在MateLab裡面都有 現成的Function可以呼叫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三角化 是符合這樣條件的三角化 那剛才說過就是 你可能就是隨便 先把它 弄出一個三角化的結果 然後想辦法翻 翻這些線 那 直到說 它的 怎麼翻都好像不會 都找不到Illegal Edge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停下來 但是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個 一樣是沒效率的做法 那真正的 實際上在做這件事情呢 是用這種Duality的方式 去看它的Dual Problem 那 它的 這個演算法它的 複雜度只要N log N就可以 因為它其實是在解這個 Volenoid Diagram 這個在 大家在演算法的時候應該有學過對不對 我想要 把這個 這些點呢 切出一些勢力範圍 使得每一個N所涵蓋的範圍內 因為 的那個區域呢 都是離它最近的 所以你要 那 你要怎麼做 你要找到說 譬如這兩個點它的邊界在哪裡 這兩個 城市好了 然後他們的邊界應該在哪邊 然後這兩個城市邊界在哪邊 所以你會去畫出很多中垂線對不對 因為中垂線上面的點呢 會到 這兩個點會是等距離 所以你就畫出一堆中垂線 那當中垂線有交集的時候呢 你就要再去解決說到底 以 這個中垂線跟另外一個中垂線 他們構成的 其實就牽涉到這個三角形 他們互相之間的關係 那當你把這些中垂線通通 畫出來之後 然後把他們交叉的地方 把它解決掉之後 你其實就畫出了一個這個Volenoid Diagram 然後可以知道說 每一個人的勢力範圍是 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會像這樣子 那每一條線呢 其實都是任意兩點的中垂線 所以這一塊這個多邊形呢 裡面的每一個點 都是離他最近 反正應該說 他如果要找離他最近的點 是哪一個的話是這一個 不會是其他的點 所以這一塊多邊形 是這個點的勢力範圍 那我剛剛說過就是 他是靠畫這個很多中垂線 然後把它湊出來的 那當你做完這樣Volenoid 所以Diagram之後呢 就畫這個Volenoid Diagram 它的演算法是n log n 那你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其實你就得到了三角化的結果 你只要把那些點呢 連起來就好了 只要說 這個 這是它的中垂線嘛 所以你把它跨越這個的 兩邊的這個區域把它連起來 然後跨越這兩個區域的點把它連起來 這樣最後連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要的 符合前面 前面我們這邊寫的一些要求的這個 DiLonite Triangulation 所以他們兩個會互為這個Dual Problem 就是你要解Volenoid 跟解這個DiLonite Triangulation是一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在n log n的時間呢 做出這樣三角化 所以這是非常快的 應該做這件事情是很快的 那為什麼會 當然它你可以去證明 然後直覺上去想的話 你就想說 因為你其實在算中垂線的時候 就是在算它的外星 這個外星就是 算它的外接圓的圓星 然後 我們剛剛要 我們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這個外接圓呢 不能再涵蓋到其他的點 那在MATLAB裡面你要做的話 它就是直接有Function讓你做這個三角化 所以你給它某些點 假設我Random的十個點 然後這是它的X座標跟Y座標 那就丟給這個Function 它就會幫你算出它的三角化 然後它有對應的這個 畫這些三角形的Function 那畫出來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這是現成然後又很快的方法 那就回到剛才就是 假設你對於每個局部的轉換都知道的時候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想辦法把它們轉到中間某個樣子 所以這張圖呢 可能可以轉到中間的 某個過程中的三角形的位置 然後另外一張圖的 對應的那個三角形呢 也可以再轉到中間過程 然後這時候兩個三角形就會 對應到一樣的座標 然後就直接把它平均內插就可以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我們 原本想要對於這種物體 對於這個內容 以上內容是有意義的這些東西呢 可以做比較好的轉換 所以詳細的步驟就是像這樣 假設我們把時間做Normalize 把它變成0到1之間 所以你想要知道它中間漸進變化的過程 那再來你就是把那些點呢 某一張圖的這個三角形 其中一個三角形呢 它的這個三個端點 然後跟另外三角形的三個端點 把它 應該是 因為你從 最後會從這 最後比如這個三角形好了 看起來像是對應到這個對不對 所以最後它會從這個三角形呢 變成這個三角形 那 我們只要把它的坐標呢 把它依照時間去 把那三個坐標把它內插出來 到底它中間過程中 它們要跑到什麼位置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說 對於這三個 這個三角形的三個點 在某個時間T的時候 它應該要跑到哪裡 然後這個反過來的是 它在某個時間T的時候要跑到哪裡 所以它們都有一個目標的位置在那邊 那這目標位置有了之後 你只要把這兩三角形各自做 它的轉換到同樣的地方 就可以去 知道它怎麼樣 對應的影像區塊去怎麼做內插 那 所以這件事情 會了之後呢 我們其實再來就是要去把 影像的內容去內插出來 那這個 這裡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還包含我們等一下下一個小時要講的方法 那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種做法會是什麼 所以 假設說我現在有三角形呢 然後我把它轉到另外一個位置的話 然後我現在要把裡面的每一個 它所涵蓋的區域內的像素呢 也做對應的轉換 那 第一種做法就是 我可以依照這個一個三角形 定義出它局部的 的坐標 它有一個自己的坐標系 那這坐標系怎麼樣去表達其中的任何一個點 以這個x這個點來說的話 它可以靠 abc三個點 乘上某個係數之後 去組合出來 所以我如果知道abc三個坐標的話 x的坐標可以依照這樣的係數組合 去組合出它的坐標 那我們只要能夠把它的那個係數 計數 然後當我 把abc呢轉換到新的坐標的時候 我有新的abc' 我只要套用原來的係數呢 用abc'去組合出來 這個點x'呢 就是我們想要的x的對應點 所以這是 當你有 當你有這個abc跟abc' 這樣對應關係的時候 你可以依照這個 你依據的原則就是 alpha,beta,gamma 這三個組合出來的係數是不變的 把這係數呢套用過來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內部的某個點 它的坐標在哪裡 那這就是用所謂這個barycentric coordinates 方式去做 那至於那幾個係數怎麼算出來 就是你要知道 x這個點呢 在ab這個線段上面 然後你把它畫這平行線過來之後 這個點的比例是 位置是多少 那它會是決定這個beta 然後一樣把這個水平線畫過來 平行線畫過來之後 在這個ac這個邊長上面呢 它的這一段是多少 那就是gamma 所以你會有x會是這樣的係數組合 那把這些a呢把它提出來之後 你發現說它其實會有一個 1-beta-gamma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alpha 所以你其實就得到了 得到了一個式子就是 你現在alpha-beta-gamma加起來要等於1 因為你的alpha就是這樣子定出來的 那另外就是你有 然後abc的這個組合出來到 因為當我知道這個 對應點之後 就是x是我們要x是 x是已知的嘛 就是在這邊的話x是已知 然後abc這也是已知 然後x的話它就是有xy座標 那abc這三個點各自也有xy座標 所以在你這個地方是已知 添出來之後 然後這邊也是已知的 我們現在要解釋 要把alpha-beta-gamma解出來 那因為我們知道x座標的話 它的關係就是 alpha乘上a beta乘上b gamma乘上c 這樣的關係式 然後y也是一樣 所以你有這兩條關係式 那外加這個 我們剛剛說的這限制條件 是alpha-beta-gamma加起來等於1 所以你有三個等式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解出來 這alpha-beta-gamma三個係數 當我有abc這三個點 然後我現在知道說 我現在想要知道說 x到底用什麼樣的係數組合 組出來的 就可以靠解這樣的問題解出來 所以有了alpha-beta-gamma之後呢 我們剛剛說過當你要 當abc變成新的abc的時候 變成a'b'c'的時候 我可以套用同樣的係數 去把這一點呢 的座標把它算出來 這樣就可以解釋x'在哪裡 所以我們只要會 轉外面的外框 三角形的外框 我們就可以把裡面的每一點 都轉過去 因為你知道它的alpha-beta-gamma 應該怎麼湊出來 那這個是其中的一種轉換方式 當我們有一對三角形的變換之後 我怎麼把裡面的內容 也把它轉換到新的位置 那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它只能 固到這個三角形內部的 的區域而已 所以只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complex hole 這個空置點的內部區域 你可以知道它怎麼轉換 那另外一種可能的 內插方式呢 就是用這個thin plate spine的方式 那這個是靠一個連續的function去做的 所以你會定出來 譬如說這樣子的 的function 然後可能它這邊跟r 跟這個logr有關係 那你要解的就是 要把這個係數解出來 它係數會有axbx 然後wxi這樣的係數 那這些就看你 你要用多少個項去描述這樣的function 那你如果有一堆控制點之後呢 你就可以靠那些控制點的對應關係 去解出來這個function 那把這些function的係數都解出來 所以你就定出了這個function的形式 那到時候只要 你要內插中間的任何一個位置呢 就是帶任何一個xy進去 因為這個function是 已經知道它的長相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就對應上去 就知道到底它對應的fx跟fy是多少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可能的做法 那這個一樣都有現成的程式碼可以用 那當你在做這樣的轉換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考慮一些 比較實際的問題 比如說如果轉換出來的三小型 它整個翻轉過來的話 那這邊可能就會有一些重疊的地方 你要去解決到底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可是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說你可以限制說 我就不准它有這種翻轉 那只能在某一種形式底下去 做這些三小型的轉換 這是我們等一下下一個小時要看的 那這個是延伸出來的議題 那可以再進一步的話呢 就是連這些三角畫什麼都不要做 然後對應點也不要找 那這就可以用到我們在這學期前 剛開始學大概三分之一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有提到一個方法對不對 可以做這個算這個 算這個bidirectional similarity 算nearest neighbor field 我可以知道說每個點呢 它臨近的長相在另外一張影像裡面 最像的區域在哪裡 然後可以知道說它的對應關係 那它可以解出來整張影像的對應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對應關係的話呢 你要從一張圖變成另外一張圖 你只要能夠把這個漸近的對應關係 把它反映出來 就可以得到更自由的這種morphin 所以它可以從完全不一樣結構的東西去做morphin 那過程中 可是過程中你會看到說 那些相似的區塊會慢慢的移到相近的位置 然後慢慢的混合起來 所以這樣的morphin結果呢 看起來就會蠻自然的 因為它其實是考慮了 譬如說這張影像裡面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比較像這張影像的哪個地方 就局部來說是相似的 那局部相似的東西再去做混合的話 這過程看起來就會比較自然 所以這個可以做出很不錯的效果 那底層的話就是基於我剛剛說的 用這個bidirectional similarity 然後用patch match的方式去算出來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就是morphin之外相關的液體 morphin跟這個warpin相關液體 要做這個mosaicin mosaic就是你要去把多張圖把它拼起來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就是 通常就是你想要照出來更廣角的照片 如果你的相機有某種解析度 然後他可以拍攝某個區域拍得很清楚的話 你要想把更大的範圍拍出來 一個當然是你可以用廣角的鏡頭 但是你犧牲掉的就是解析度 因為你的相機的那個解析度還是一樣 sensor解析度還是一樣大 所以你如果多拍幾張的話就把它組合起來 就是有一張又廣角又解析度又高的照片 所以可能會想要拍出這樣的環場的影像 那把多張照片合在一起的話 通常你合出來的結果可能會長成這樣子 為什麼旁邊會變成變形 是因為你要切圖要讓這個問題簡單一點的話呢 你拍的時候你必須要依照一些原則 那最簡單的原則就是 你希望說每一條光線呢 都是匯集到一個中心點 那你拍的過程其實只是在這邊 在每一個這些光線裡面去取 截取出來其中一部分這樣 那好處就是因為你通通聚集在 光線通通聚集在同一點 所以你隨便切一段出來 假設是某一台相機拍到這個畫面的話 在照片上面的某一個成像的某個點呢 它所對應到的這條光線呢 假設說我想要把它換到另外一個 虛擬的相機上面 看來說在那個轉到那個角度的時候 看到的樣子應該長什麼樣的時候 你只要去在這邊切一條 然後把對應的這個點把它找出來就好 那因為都是同一條光線 所以這個像素的值 你拍到那個值 直接放到這個新的照片的 那個像素的位置就好了 不會有任何的錯誤 因為它們明明就是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點 場景中同一個點 然後同一道光線 射到你的相機的這個中心 那實際上要怎麼做呢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設備 就是你的相機要知道 先知道說相機的近心在哪 成像的中心在哪裡 那你就要沿著成像的這個中心去 去繞圈圈 所以你在旋轉那個相機的時候呢 你是繞著這個中心點在轉 你不能隨便就拿著轉 那樣的話 那當然很多研究的問題在解這樣的問題 但是你要真正 不要費任何功夫就可以直接把圖接起來的話呢 你就是要架好腳架然後放對位置 然後轉的時候呢 是繞著這個中心在轉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完全不用考慮這些3D結構的問題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這條每一個光線呢 你不會有這種 不會有不確定的地方 你能夠看到的就是這些 看到的每一個點 它所構成的這個 那條線都是 不會有另外一個 從另外一個視角去看到它 所以每一個點都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這種看到的可能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如果不是繞著中間轉的話 會出現什麼問題 所以最後接出來可能就像這樣子 然後過程就會像這邊的示意圖一樣 最後怎麼接的 就是想像中有一個更大的平面 然後你把你每一張拍到的照片呢 都把它warp到那張平面上面 所以最後組合出來的就是一張大圖 那剛才看到邊緣都會被拉開 就是因為你邊邊這裡呢 要把它轉到這樣的平面的話 這邊變形就變得很多 中間的話就比較變形沒那麼多 所以假設你有兩張 那其實對於你的位置上面的這個點 都會是來自同一道光線 那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性質 所以我們只要會 因為之前一開始講到這些 挖屏的技巧的話 你就可以做到 怎麼把它們接起來 最後的這樣的效果 那中間要解的就是解這些 translation 然後可能解這個affine transformation 或解這個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然後需要 最多就是需要這八個參數而已 那我們上禮拜已經看 禮拜二的時候已經看過 就你解那八個參數呢 其實就是靠這些對應點 然後把這個 這個三乘三的矩陣 扣掉i之外 剩下的八個參數把它解出來 然後我們上次有寫出來 就是有一個八乘八的矩陣 然後想辦法把那個 乘上去的那個h把它解出來 那當你的點多一點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就實際上你可能不見得只取四個點 因為你四個點就可以決定那八個參數 那你如果想要有更多對應關係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 因為整張影像也不會只有那四個點 對應點 你可以有更多對應點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像 lead square lead square的方式去把它算出來 那可能就可以做到像這樣的 這樣的效果對不對 這邊是一些平面 然後你可以把這地板呢 變成是鳥看圖 然後像是轉到這個視角來看 那或是轉到側面去看看這些門呢 它正面看的時候應該長什麼樣子 那你要解的就是把這四個對應點 找出來之後 然後做 解除它的h是什麼 然後套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整個這個平面呢 地板的這個平面 就可以轉到新的樣子 靠這四個對應點 解出來到底是什麼樣的h 那因為他們是 這整個平面是共平面的 所以你知道說它轉的話 所有的點都是可以依照同樣的轉換 同樣的h去把它轉出來 那就可以得到這個效果 那這裡就是我們上次看到的 你要解ah等於b 然後h呢 就是由abcdefgh 這幾個 這八個參數 構成的那個向量 然後a的話呢 是 會是有一些零 有一些地方有係數 有一些地方是零 就看它牽涉到的 那個對應點是哪些點 所以這a是由那些對應點的桌標構成的 那假設你有更多點的話呢 就變成是解這樣 over constraint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用b squared形式去解 這個時候是 a的話就是一個 h當然還是八圍的向量 那a的話可能就是一個很長的這個 長方形的矩陣 應該是狹長的矩陣 然後乘上那 比如說是n個點 然後乘上8 8就是這個h的維度 然後這樣乘出來之後 就會是兩個很長的像那樣 這時候你就要用最小平方的方式去 去找到到底h應該是什麼最好 可以符合 因為你的equation現在太多了 所以你要找到是最好的h 可以符合多數的equation 在這樣子計算平方的誤差的想法底下 所以你可以假設你真的解除那些h的話呢 你可以做這樣的效果 就是換照片的視角 那譬如說本來是這個視角 你可能看到的是變成 這一面變成正的 那環場接圖也是一樣 就最後把它們通通對應到一張更大的圖上面 然後看看每一個 每一張拍到的照片 因為每一張拍的照片呢 應該都是長方形的 可是你如果想要對應到更大張那一張的話 那因為你拍的時候就是 轉到某個視角嘛 現在你要轉到這個視角 所以你就要把你的長方形的那張 拍到的照片呢 想辦法把它轉到那個 你想像中的虛擬平面上面 所以它就變成是一個T形的形狀 那最後把它通通疊在一起 那假設說光線沒有變化太多的話 疊在一起就直接把它疊平均一下 應該效果就很好了 那如果真的 還有拍攝過程中 它的光線稍微有變化的話 那可能就靠那個 Personal Image Editing那種方式 把它blending 直去gradient 然後把它再重新解回來 那一樣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那剛剛提到就是你旋轉 那拍的時候如果你旋轉 不是照著一個中心去 繞著一個中心去旋轉的話 而是你有移動到你的相機的位置 那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對不對 其中一張照片呢 可能是這個 從這邊拍出來的 然後成像是成像來這邊 這個是你想像中的拍到的畫面 它蒐集了這幾條光線 然後另外一張照片呢 它是 這張照片呢 它蒐集了 每個像素呢 蒐集了這幾條光線 那當你把它倒推回去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我現在想要 把這些照片呢 統統轉回一個 我想像中的 虛擬的平面上面 然後看看說他們應該 在這張平面上面呢 那些像素應該是 在什麼位置 可是你就會發現 從這個點呢 當初從這個點來的光線 它是成像在這裡 然後 從另外一個點呢 來的光線呢 成像在這裡 結果 當你想要 還原到他們虛擬的平面上面的時候 這個點 你就不知道說到底是應該用 這個綠的還是用紅的 對不對 因為 他們在這邊是衝突到的 那這就是因為你移動了 你的相機 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否則的話你不可能在 你的這些光線呢 不會互相交錯 對 那因為你動了相機 所以你這些 不同位置的光線 才會互相交錯 如果你是繞著中心轉的話 每一條光線都是放射狀的進來 不會有兩個不同的位置 實際上兩個不同場景的光線呢 交錯然後成像在你的畫面上 那這個是為什麼你要拍 你拍的時候呢 要 不能亂拍 那如果 如果 不是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就可以用我們前面的方法 可以很簡單的解出這個 環場的階層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 可以符合這樣的條件的 就是雖然你相機動了 但是你拍的東西其實是一個平面的東西 那其實道理是跟 道理跟這個就 跟這個 繞著中心轉是很像的 因為你拍的東西本來就是平面 他們本來就應該具備共同的轉換的 你對局部的 做某個H的轉換之後 整張圖也應該是用同樣的轉換 因為他們是共平面的圖 那這樣的話呢 你這個相機就可以隨便亂動 沒關係 反正你拍的是同樣的平面 他們 在這邊成像呢 就是經過一個 對這個整個平面來說 都是經過同樣的轉換 所以你要把它轉換到另外一個視角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個前面 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但是當然實際的場景不會是符合這樣 我在這邊隨便拍一張你們的這個照片 你們本來就有遠近關係 所以你們不是共平面的 除非我只是拍一張你們的照片放在這裡 然後去拍 可是那樣的話我改變視角看不到另外一個東西 我移到這邊看不到你的耳朵 移到另外一個方向你才可以看到 那如果是拍平面的話 我怎麼移都一樣 你原本就看不到的東西還是看不到 那這種情況只有在很遠的 拍很遠的風景的時候可以這樣假設 就是每一條光線都不會互相交錯 那通常就是對於那個空拍圖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子 飛機然後拍這個平面的地上 那你要接圖的話 其實就可以假設他們都是平面的 就是都是共平面的圖 所以你好像在從很遠的地方拍一張 雖然說是拍地形 但是你其實在拍一張那個平面的照片 或者是像實際上應用的話可能是 你有一張很大的圖畫或是壁畫 然後你想要拍得很清楚的話 你就可以局部的去拍它 然後把它們再組合起來 那因為本來這個東西就是呈現在平面上面 所以組合起來的這個 要解的問題就是還是一樣 只要會解那八個參數就好了 那還有一些應用的話就像這邊 這邊秀出來的 比如說你要虛擬的材質把它貼到那個建築物上面 那或者是說你要做這種透視畫是不是 他就是在地上畫 然後你在那邊過也是看起來是立體的 立體畫 那其實你也是要知道一些這種轉換的關係 那可能更複雜的轉換 就要看你是用什麼形式的這個 就不是我們之前看到那幾個那個線性的 層上矩陣的轉換 但是一樣可以解得出一個參數的形式 那假設原本圖是長這樣的話 可能你放一個這個圓柱上去之後 你看到圓柱上面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有意義的圖案 那可能你直接看這個圖的話 看不出來它是什麼東西 然後還有像這個華盛頓大學 他們以前開一門課然後學生的期末作業 等一下我點點看給我一點 等一下再秀給大家看好了 這個它其實有一個影片還蠻有趣的 對我們來說